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聽眾收聽今集的 《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 大家好 各位聽眾現在仍然在聽《自然療法與你》 不過袁醫生今天不跟我們講醫療 袁醫生就著我們現在的城中熱話 一個新聞 就是國民教育 我們倆就會就著這個題目 今天談一談 是吧 袁醫生 其實我們都在講與健康有關 哪有關 一個制度健不健康 我們現在要和大家一會兒分享一下 我們如何製造一個整傳的教育制度 就是健康的教育制度 就是身體 我們教育制度做得好 我們下一代會有機會學到 如何照顧自己健康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機會想聽 都可以去聽回我們的 BetterHongKong.com 香港更好大行動 網站裏面都有這些 之前的那些資料 那些錄音的資料 講了四年 我講很多關於香港的問題 應該怎樣去解決 當然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了解問題 我發現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的大部分人 都沒有辦法真正的 去了解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哪裏 我們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在一個問題的表面 現象裏面做事 但其實最終都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即是我們現在經常只是浮在表象上 是嗎? 沒錯 就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 即是他把問題的表象 當作問題 其實那個問題的表象 其實不是問題的真正問題 即是就算你搞得好 都搞好表象 就不是搞好核心 如果你是不了解問題的核心 那你要在表象裏面 抽一些表象的現象去做一些事 就算被你做到之後 其實你的核心的教育問題 都解決不了的 那今次今天 大家相信都在香港 如火如荼進行中 我亦都有過 我亦都去那個現場去看 去參加過他們的 就是那個反國民教育 一個行動 當晚我看到很多香港人 在那個現場穿了黑色的衣服 做一個佔據的政府大樓的廣場 那最近剛剛就停止了 那大家都看到了 發展到最後 我們特首都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強行 執行國民教育 我們給你的學校 是自己決定 就是你可以去推行國民教育 你可以設計你自己的課程 你也可以不做都可以 其實已經可以這樣說 是叫做optional 那已經可以讓步去到這樣的階段 就是你全部你自己決定 你要教就教 你要作為專科就做專科 你作為一個普通的討論科也可以 那內容你自己決定 其實已經很大的程度上已經讓步了 但是你看到那些學生 那些大樓老人家長都不接手 那他們不接手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洗腦 不接手的原因 當然他們認為整個教育 例如是一個洗腦的工具 他們不接受 他們這樣情況之下都不接受 其實他們的講完結很簡單 因為錢是政府給的 是吧 政府有可以這樣做的 如果你是乖乖的 聽話的 推行這個科目的 背後就給你多些經費 是吧 如果你不給 如果你不做的時候 可能你要求經費的時候 會左手左腳 他們都提出這個顧慮 是吧 雖然這樣說 但是始終 whoever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大家都知道 出錢的人 就怎麼點這首歌唱 是吧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顧慮 都不認受的 結果就下一步 已經進行罷課 先由一千個學生 在大學罷課 有機會由大學 即是預期 如果再繼續僵持下去 就會去到中學 是吧 可能早期就是 在學校裡面 集會 討論一下 最後可能發展下去 連學都不回 大概預計 那個趨勢會這樣 那最後會怎樣呢 大家都 職目以待 到底會怎樣 但我還要跟大家 在我們這個節目 關於健康的節目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 他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 所關注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整個 香港的教育問題 核心的問題 或者這樣說 除了這次洗腦 成為眾子之敵之外 其實香港的教育 我想家長已經很不耐煩 其實隱藏很多問題 例如壓力很大 很多考試 要欠學位 小時候考幼稚園 都要做Portfolio 現在很古怪的 其實很多問題 是需要解決的 如果說洗腦 其實很多科目 都可能滲了一些 相類似的手法下去 那其實怎樣才解決到這些問題呢 阿元醫生 其實你在08年曾經 曾經預備上參選立法會 是不是 是的 或者這樣 再由洗腦方面 再 我們心裡去了解一下 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感覺 在美國 其實整個教育就是一個洗腦 所有教育都是一個洗腦 在美國 我最近看到很多新的資料 他們都很 整個教育目的 是怎樣呢 洗腦令到我們這些人 成為一個順民 當然 成為一個 我們叫做Human Resources 人力的資源 還有洗腦方法層吹不窮 我說過 做中文填充也好 他都要保障一下西醫 譬如填充 有病 我們就要填充 去打針 和見醫生 沒錯 即是某個程度上 人與人之間的任何的接觸 都是一種洗腦的過程 當然 雖然大家溝通也好 其實我都是想 你認識我的想法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任何人的活動 大家思想的溝通 都是一種洗腦 在美國已經有很多人 已經反對整個教育制度 整個現時的教育制度 都是全面向美國的校一代 進來一個徹底的洗腦 洗腦的目的是 將它認同 我們叫權威人士 要服從權威人士 當然 法律上服從我們法官 律師 要依賴他們 在醫療的健康問題 要服從醫療人員 醫生 法律 整個教育制度 其實都是徹底 和你們洗腦 當然 當然我們香港人 覺得在另一方面的洗腦 暫時沒有這樣的需要 好了 你說公民教育 國民教育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六零年代 在小學 我記得也有一科叫做CIVIC CIVIC CIVIC 我想簡單地叫做公民教育 當你要有禮貌 要有功德心 但你那時候 我覺得是被洗腦呢 那學校教你應該要在社會群體的生活 要有功德心 這是一個教育 對吧 某個程度上 都是要你教育一些共同的价值 这个价值观是共同的价值观 这个你就叫做教育 如果是一种既得利益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叫做一种洗脑的手法 在某个程度上 其实大家都是彻底洗脑的 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 这个都不安全的 因为钱是政府给的 整个教育经费都是依赖政府的时候 当然你听话就有多些钱 不听话可能钱会少一点 所以他们很担心这件事 我的感觉 我觉得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人们会推动群众关注某一个焦点去做事 但是我们经常觉得我们应该要做 就是要检讨整个教育的问题 在过程里面 你们都看到 在传媒的访问 有些人都提出 香港整个教育制度 设计那些人的子女 自己都不是在香港读的 都不是接受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们把10元就送去英国 把那些子女都送去国际学校 所以其中一个不弱的地方就是这样 你认为你香港教育制度设计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自己的子女不承受呢 不是自己的子女用纳税人的钱 是帮你避免它呢 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因为那个根源是在那里 那好了 那我们是需要一个 一个完整 我可以叫做整全一点的教育制度 那在我的政光在2008年 正年之前 那因为要参选 那我就预备了一些政光 就是很详细的政光 那这样东西 我在现在的最近这一届的参选里面 其实我也都没什么看到的 就是聪明所说的 都是很表面的 口号多过参选的政光 那我们的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哪里 想不想到我们现在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哪里 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我 因为我看过袁医生的政光 但是其实我没看之前 我跟他有共同的想法的就是 我们传统的教育 现在是太注重智力的发展 学理话证 因为可以被量化 那我就觉得挺忽略 那个叫做 是不是叫 可不可以用公民教育 就是用刚才袁医生的我说 就是没什么关注身边的事 独立思考 这些全部都是欠奉的 另外我是非常支持学卷的 是的 就是我认为 反正政府现在都是断人头资助的学校的嘛 我没记错之前 很多年前听人说 就是二千多接近三千元一个人头的 我不知道的 没什么改 是的 二千多到二千多元 基本是二千多元 每一个人头 政府是资助给学校 办学的那些学校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不直接资助给家长 让家长可以去投票 投票呢 就是我选什么学校 给朋友圈权我 OK 这样吧 或者我有系统地 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就是整个教育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社会是需要多元化 就是多类型的人才 和技能的 就是社会是需要多元化的人的贡献 但是我们现时的教育制度 是单一 是单一的 是只是强调追求学术的成就 是吧 就是你看到的 那么你看任何的教育机构 包括香港的大学之类之类 他们那个教育的理念 那个目的都很清晰的 你知道吗 德智体群美 是吧 大家都这么识论 是用四项来说的 德智体群美 是吧 大家都说 我们要训练一个全人 一个世界观的知识 要有一个servid duty 就是一个好的公民 就是一个全人的发展 所以德智体群美 是他们共通的教育 五个大目标 但是而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整个教育制度里面 是最着重的 是唯一真真正念 他做得到的 只是智力的发展 对吧 所谓的智力 都是学术成就 学术成就 不是 一定很懂得独立思考 或者很有智慧 两种东西 可以这么说 那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 大家都明显地说出来 德智体群美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但是做出来 其实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在智力 所谓的学术上的 就是在学术上的 追求的学术的成就 是的 其实 为什么会是这样 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大家都会说 但是没有人做得到 整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整个制度 那个教育制度 一个所谓叫官僚制度 一个bureaucracy 好了 在一个大的制度之下 通常的游戏规则是怎么样的 你要量化的 还有要高分 入那些什么 都要量化 你总之要量化 那你说你做到了 那我怎么知道你做到 你说德育教育做到 那你怎么告诉你 你怎么衡量他做到 你说他的美术那方面做得很好 那体育方面 不可以的 可能去参加田径 有多少分钟内 你可以这样 都是量化的 那之后你都看到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最容易量化 就是实行上最容易量化 就是你的考试成绩 就是用你的考试成绩 是用你的所谓叫做 学术的能力 是吧 因为 好了 因为整个原因的问题 那个本质 就是因为这个教育制度 一个官僚制度 在一个大型的官僚制度之下 通常 他们的游戏 就要量化 作为游戏 就是你说我做这个目的 什么什么什么 好了 目的 我需要多少人入大学 多少%入大学 知道要量化 入到哪家学校 就有另外一种量化 考试有多少A 有多少B 是不是全部量化 所以他需要一个工具 一个量化的工具 是运作整个官僚制度 好 我打查一点点 你说起教育要量化 官僚制度 我明白 因为官僚制度的教育 是需要量化 他们会量化 其实你现在 因为见很多家长 很喜欢去做IQ Tax 你现在只要肯付钱 以前是我们有问题 要在公主院界才做到IQ Tax 少一些在坊间随时都做到 现在大家的爸爸妈妈 不是给几千元出去做IQ Tax 验到over 130就很高兴 这些叫知有儿童 其实我想说 我在几年前读了 尤其是抄了 我说一件事给各位家长听 那个IQ Tax最新版本 是197几年 是足足由七几年 到现在都没更新过 还有所谓的130 其实是计速度 计逻辑推理 比如三个形正方形 之后到圆形 下一条三个形正方形 到圆形 但是还有图像的IQ Tax 是很好笑的 例如我们小时候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小朋友懂什么叫拨 拨卵的电话 拨那些 他们会考小孩 就是拨卵的电话 没有了电话线 就是乱乱曲曲那条 就看观察到 没有了一条圈圈的电话线 那些拨卵电话 但是现在很多家里的小孩 是无线电话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条线 我举这个例子 根本那些text都是很out的 是很久之前很久之前的 但是家长可以测试到超过130 他们就很高兴了 其实那些东西已经是完全远离我们的生活 但是他这样量度出来都尖尖自起的 那就是一般人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教育制度之下 那个整个游戏规签是这样 那大部分人都只是跟随这个游戏规签 但是最紧要最紧要呢 我应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70年代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我去国家是一些叫做开放式的 叫做实验式的大学的 就是我自己自由选择的课题 不会有什么强迫的考试 你自己设计吧 从自己设计上海自己设计吧 那你学到就多了 那段时间你学到一些东西 那当时我也去研究教育的 那发现呢 然后有几个很有趣的资料 那他发现呢 在一般的所谓叫做通识教育的大学 叫做liberal arts college里面呢 他发现呢 是中途退学那些学生的IQ呢 是比那些留低那些是更加高的 OK 好了 那他也有那些结论 他说呢 他说你什么人读书读得得好那些呢 通常都不是一些很brilliant 很creative 很有创意那些人读的 因为那些人受不了的 通常那些人呢 就是好保守啊 好乖啊 好听话啊 中度智慧啊 中度智慧啊 不要太高 太高力了就比不上了 中度智慧呢 那些人呢 就会乖乖地去承受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了 那之后呢 读得书好 真正聪明的IQ高 当他的IQ有意思了 通常呢 就是drop out的 among the college drop liberal arts college 通识教育那些呢 总之drop out的人呢 通常呢 他IQ特别高 其实很多名人都是大学 从来推出的 Google啊 Yahoo啊 那些个創作员呢 那些大学 都一言都走路 走不下了 这些所谓的名校的名校 都看到这个现象了 好了 第一 我记得当时呢 得到的资讯说呢 他说呢 无论你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你包括医学院啊 读法律啊 读MBA啊 工商管理石市 什么什么之处都好 你这个大学的成绩呢 和你章来的成就呢 是 zero correlation 是完全无关系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知道吗 你说OK 玩那个学术游戏 但是学术的成就呢 和你章来的成就 是零关系的 香港都做过这个研究 我记得有几年前呢 有一个杂志 就追回以前那些 那些状元的嘛 是 是 那看看有什么成就呢 是 法院呢 完全不对称的 知道吗 你读书读得好 独元都好 到最后呢 其实呢 你结果在社会上的成就 是不对称 可以说的是MBA 讲法律 讲医学院 全部都是同一个 那我代表一般人 会有提问医生 那至少我预计到 我儿子的成绩好 譬如我进到医学院 他也有个最低的人工 几万元起床 那可能我做一世写字流 要升很多次 都追不到这个银马 就是他们觉得 成绩很有个最低保障 是啦 是啦 那对啊 那这个是啦 因为整个社会 都是由专业人士控制 是呀 所以他们就要不断追追追 所以你玩专业游戏 入专业的行业 是很好处的 是呀 因为如果医生多 他就会减少医生的出产 是呀 是他们才做得到的 是吧 而且不能给外来的进来 没错了 现在的律师就是这样的 你在香港独占给你的 你在英国独占都不给你做的 是呀 这样你看到 有这个整个社会的 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是吧 所以导致 那些人就要玩这个游戏 但我说给你听 就是 当你入了医学院 当你入了法律学院 当你读完了之后 你将来得罪之后的成绩 和你得业的成绩 和你装进去的成绩 是零关系的 嗯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好了 我当你是得知体群美 对不起 我这个官僚制度是要量化的 唯有量化那个 那个 那个学业的成就 但是好了 我当你一起玩这个游戏 玩得很好 最终最终呢 入了社会之后呢 你那个真正的表现 原来是社会的需要 最终最终是社会的需要 你不是学校的需要 为什么我们办教育呢 是为社会 互合商论 社会需要的人才 你教育最终背后的 后面是社会的需要 迎合社会的需要 不是迎合学校 学校要养那些教授 要养那些中学老师 养那些老师 不是的 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好了 那么你发现 结果呢 你就算玩这个游戏 玩得很好的时候 是最终社会的需要 都达不到 很简单 你看一下 很多国家 菲律宾 但是全是大学生 在台湾 大学生 个个中学生 都可以入大学的 美国大学比例好 大学生比例很高的 那么你看到 这些国家 印度很多很多大学生 畢业的 那么结果 社会上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到呢 一样是这么穷 一样是经济发展不到 对不对 那么就是很明显 我们现时 这个教育制度 所做出来的事 是完全不能够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教育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教育的问题是不能够制造一些人才 是多元化的人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 就是这个我们的教育 那个基本的核心问题 OK 好了 那么下一步就问了 那么为什么 就是永远是 你知道个问题 第一 你这个问题要定得很准确的 如果你的问题都定错了之后呢 你再追下去没用的 就算让你做了一些东西啊 是吧 处理了某一些的现象呢 最终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我看到我和大家在 如果有机会听我以前 四年的资料 就是那个香港出路那里呢 我和大家分析过 用这个观点分析过 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 整天都是这样 我们的贫富如初的问题 没有解决 我们的房屋问题 房屋问题只不过贫富如初的问题 另外一个层次而已 OK 好了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为什么人类那么多苦难 那么多灾民呢 就是我们根本呢 我们教育呢 是令到我们呢 是不能够 没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很失败失败的原因 好了 好了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呢 教育问题 和那个原因 就因为我们整个的 我叫做bureaucracy 官僚的制度之下呢 是一定要需要量化呢 而得志体群美 唯一的量化得到就是 就是一个字 就是那个所谓叫做 学业成就 OK 好了 如果我们了解到 那个问题的原因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就是用一些的策略呢 是将这些问题呢 一个一个一个呢 是破解了它了 那么我们待会下一节呢 我就和大家呢 就一步一步呢 是用我提出的 当时在政纲里面提出的方法呢 是完全呢 是将整个教育问题呢 我们看到的教育问题呢 就一个一个破解了它 那刚才啊 袁医生就说到 这个量化的问题 还有说到我们越来越多 大学生毕业出来的 为什么都这么穷呢 其实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长 是觉得这些制度 还是要继续追求 但是我举几个例子出来 很多大企业呢 现在请人已经是请到呢 很大的 是南丑来的 香港 我免得开名了 请人是要请到 在外国回来 double master 才可以做一个AM的 去到香港的大学 你在香港大学的phd 他一手栽培出来的 是不会请你做教授的 他们已经是 就是一定要请在外国回来的phd 就是如果你不断去将东西量化 而与别人比 你是追无可追的 就是这个不是真的教育那个 我想是原先的目的 你们不断在量那里去追 不过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袁医生回来 我们继续再探讨 应该要怎么解决呢 就是不是只是去量化 又可以怎么呢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去再谈过 哎呀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要终身来到教育自己 对不对 就是教育的东西不是只是 读大学那四年 或者读碩士两年 PhD 不只是学校的教育 其实教育是一种持续的路程来的 所以最终最终我们要达到那个结果就是 我们怎样将一个人能够帮助他 培养到一种自己不断自我寻找教育的能力 还有他能够不断可以自己解决自己问题 那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我见到很多人出来工作之后 比较有些需要动脑筋看的书籍都不愿意揭决 是的 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是英国的 他读的是那些 建议那类的东西 他很骄傲的跟我说 他说为什么呢 我自从我大学不业之后 我一本书没看过 他很骄傲 你去普通书店都察觉了 攀任活动、杂志、电脑那些很多人的 但是你看看文学小说、心理学、医疗、健康保健那些 就比较很阔落、很宽敞 那你就知道那些口味了 其实总之就是这样 我可以这么看的 你上天说香港的大学 自己都不认同自己训练出来的博士 那是要追求外国的 其实外国是否好很多呢 其实都不是的 其实问题是一样的 如果你去美国去研究美国的 那些教育 他都觉得是好多好多问题 其实大同志也认为差不多 不过香港可能就是 就是严重容易看到的问题 好了 那我说呢 其实我们最终教育的目的是 要训练一些人 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 我一看的话 你看美国这么多问题 整个社会、整个医疗制度 整个教育制度 整个经济制度 整个经济制度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佬都不是很好教育 我这么简单就这么看 就是美国所谓什么 哈佛、耶路大、IVD 出来的人 有没有帮美国解决问题呢 不是也是一样是这样 一个烂摊子 但是我听过我以前 我学游戏治疗的导师 他在Texas那里执业 他跟我说 美国还有三分一是文猛 就是他给一个数字 是告诉我 因为其实很多农庄 很多村庄 都不是全体的人 是那么受到教育 照计在美国 都是一个强迫教育的 但是他们的教育 水准是参与得很厉害 有些地方 总之你是照星班 可能差不多是 因为文字的能力很差很差 即接近文盲 都可以一直升学 升到你所谓的毕业 那美国肯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其实教育问题 不是只是香港 不是只是香港 全世界都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地球有这么多问题 还没解决呢 那很简单 整个地球的教育问题 都没办 没有人懂得梳光 但是很多人都看隔离饭餐香 是吧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看到呢 就是香港 香港有些人读书 读不行的 那就去外国 是吧 是吧 那好像英国 最近我看过资料 英国每年 就是留学生 贡献给英国的 国家的收入是多少 是135亿磅 哈哈 那你看到呢 其实很多国家 都是一种叫做什么 Diploma Muse 就是 贩售 就是售卖文贫的了 那我最近去英国 遇到一个朋友 那他是一个 很成功的做生意的人 嗯 那在香港也做过很多件事 那他也说 他说现在根本 英国很多学校 都是那些水准很差的 总之就是 赚钱工具 是吧 澳洲也是 澳洲很多的Diploma 全部在外国开 是不是 所以分校 那些 其实全部都是 现在根本 整个教育 成为一个 贩售文贫的生意 其实香港都有类似的景况 不过是出现 是补习社 我们小时候的补习社 是不是搭搭实实 看着你做功课 寻物书 你有没有留意 现在呢 那些补习社 是要天皇天后化妆 擺了姿势 擺了姿势 成个明星 那这个形象上 是吧 那这个也算了 那这个也算了 我意思是 他不想起一个 眼镜很深的那些 一个老 一个 都不需要去到那些 看到了你都不想去 就是很型的 很型的 这些算了 这个市场的手法 今时今日 大家都会用这一套 好了 即是说我们的教育 我觉得全世界教育都失败 原因就是这样 我都没见到哪些国家 那些问题是好好的解决 你在某程度上 可能北欧国家 是一个很小的 是 是 即是一个self contain的 人口少少的 那就是已经做到 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全民都安居 樂业的 是的 的水平 那 那其实都可以看到的 那 好了 那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问题就是 社会需要多元化的人 教育呢 就是 是 因为一个官僚的结构之下 是只能够要量化 那个教育的成就 嗯 那所以被迫呢 是 只能够推动 那个 那个智力那方面的成就 就是学业的成就 好了 解决方法呢 就是说 我们最终希望那些人呢 一生能够学自己 不断地自己学习 见到问题 懂得解决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 应该做到的 最后的结果 那个人就是应该这样 好了 怎样去解决呢 第一步 一步步来吧 那 我当时在我政歌里面 我提出 第一件事 就要将自家教育合法化 这个我非常认同 那 就是 其实自家 有时你想想想 是人都说家庭很重要的 家长是教育 小孩子是主要责任 应该在那里 是人都懂得这样 但是我们竟然在香港 是将家庭的教育 作为一种非法行为 简直是意识的心 一种毒害我们的意识 简直是吓死人的 是 什么原因会搞出这样的法例 全世界很多国家 我相信台湾 英国 很多国家 就已经不会 不会将自家教育 成为一个非法的行为 是的 其实泰国也是可以的 泰国也是可以自家教育的 泰国也是 我认识的朋友也是 他们的小孩子 由头到尾自家教育 到了后来 入大学 他看到大学所教的科目 完全是自己都学完了 然后大学也免得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 是的 但是有些人会说 在家里教没有水准 就是 爸爸妈妈未必有学识 没有老师那么专业 他们准备了很多教材 教科书 黑板 设计 家长做到多少 又没有指标 没有考试 很多人会有这些提问 那和合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说 所以你要非法 因为你没有那么的能力 他怕你们教育 你就要非法 怕你不达标 所以为你好 所以要上学 你看回外国的 我也提问了 因为你要看过 在外国的自家教育 那些诗文仔 通常是公开考试成绩 是高的 是的 是高过所有的 教会学校 就是那些教会师校 不要说名校的师校 那些平均是高过 政府和其他教会师校的 那些学生的成绩 第一 还有一个担心就是 诗文仔应该和其他童年的朋友 要多些沟通的 要多些 在社交上 有大家的要学习 对吧 好了 社交技能 社交技能 在外国也都研究过 在自家教育的学生 在那个社交技能 都是高过全校的 所以完全被人打破了 你所说的顾虑 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很简单 我说合法化 我没有强迫你做 没有人一定要自家教育 我只是说你有选择 我没有这样的时间 我没有这样的难力 你今次会不会做 你今次不会做 我没有逼你要做 但外国人很好的 可能他们有些社区 如果譬如 袁医生你不行 你要上班 OK 放在旁边 他们换几个小孩 一孤都可以 没错 结果就是这样 是吧 又会资源交换 你研究一下 其他国家 有很多自家教育的教材 是吧 有这样的市场 突然有人做 是吧 全部做给你的 其实外国人 有一套套 买回来的 没错 我自己有个同学 很有趣 有十二个小孩 十二个小孩 十二个小孩 那就是自家教育 是吧 他太太在家教 通常是带她去寺院 去波士顿 是吧 不同的级数 都这样教她 所以 其实呢 我觉得自家教育 合法化 应该是我们 基本的权益 就是家长 教自己小孩 他是不是怕 我们香港自家教育 那些学校 教出来小孩 比你香港教得更加好 而被人知道这个事实 是不是 所以你就永远 不让他试 你试得多 就知道问题 就像现在医疗的问题 为什么 如果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政府 要强迫 来保护你的身体 有本事 沙士来的 你给了中医治療 你不医治療 你需要医治療 给同女癌法治療 真相大白 他怕真相 如果真相 就是说 自家教育的小孩 原来更厉害 学术上的成就 更厉害 社交的能力更好 更加健康 这个事实一出之后 现在整个教育 就是观念制度的瓦解 所以背后 他真真是怕真相 原来自家教育的小孩 结果更加好 其实上网很多资料 看到自家教育的成果 很简单 在外国 一定是这样做的 虽然我没有很详细去看 一定是这样做的 我有一些课程 的outline 那便让你知道 当然不要紧 你有本事 起码你的小孩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要学到什么 是的 有的 要学到什么 什么时候 要学到什么 到时来 给个考试 是的 任何时 你的小孩 认为可以 来 可能这个小孩 半年就考 一级半年就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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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每个人学习的速度 肯定是不同的 现在的死板板 一定是那段时间 是那个时候 吃完了饭 也好 什么都好 一定要学这一科 你想想 跟我们真正的教育 那个人的运作 完全是 完全是 局限了 简单来说 所以一个是 很不自然 很不尋常的 学习的方法 就是现在我们的整个教育 周祝常说 我们学校是一个监狱 对吗 是一个合法的监狱 好了 你都看到 其实一般人 认为这个问题 是绝对可以解决的 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就不会去做 一记住 合法化 不是说强迫 不是说所有香港的家长 都要去做 即是有选择 大家可以 你怎样去做得好 我肯定 宋文仔的成绩 一定会比一般 一般传统学校 不论你在国际校也好 是绝对会更加好的成绩 如果可以自家教育 我立刻就退学 很多人会 很多的家长 我就自己去学 对吗 例如我一班 例如我隔壁 有四五个学生 我对地理科 是有特别认识的 特别认识的 那我就教那班学生 教材方面 有很多的家长 你必须害怕 我到时不知道教什么 你真的要学 网上 有很多的自家教材 在这里 这个宋文仔 可以因他的速度 自己的能力去学习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 那本书 就叫做 《卡尔威达的教育》 是说好像一百年前 一个德国的一本书 这本书很有趣 是一个德文书 但没有英文语本 直接翻译成中文 是二百年前的 一个德国牧师 卡尔威达 是说他自己老年 只有一个小孩 这个宋文仔 不幸地有些轻度弱智 这位卡尔威达的牧师 就决定 就向当时的教育家挑战 用自己的方法 培植自己的儿子 成为天才 在他的出心培育之下 他的儿子在六岁 就已经读了 懂了六国议员 十二岁大学毕业 最后很快 拿了博士学位 成为大学教授 一个很出色的学者 是 那这本《卡尔威达的教育》 这本书 我们健康店也有得卖的 那就是让你知道 自己做到的事情 远远是比一个大众 好像一个几十个学生 在某个时间 一定要学习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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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三十几四十个人 他当时的脑梗中 有其他人在想 他未必真的对你老师 刚刚讲的那东西 特别有兴趣 所以 你看到全部是反自然的 完全是反自然的 因为没有人学习是这样学的 自己想起来 小时候学过的东西 你有什么记得呢 我问我自己 我从来没有什么记得 从来学过的东西 我还记得 全部学习都是将来 医学毕业之后 我再自己读 真的全部学习都是 特别在医学院也是 都是时候自己学的 不要说到大学了 我们花了最多时间 在幼稚园小学和中学 背了很多中文书 不知道你小时候是否 背后都说不出来了 背诗那些 可以 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 我们中学同学 有时候大家走在一起 他们也可以 背起以前的那些 我不行的 因为统读死背 这个不要紧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技巧 学记忆也不要紧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手法 我有几部曲 第一就是自家教育 一定要合法化 第二就是在我们的 基本教育里面 幼稚园到高中也好 要推行学卷制 推行学卷制 在我们今次的行动里面 反国民教育行动里面 他们的顾忌 如果用了我建议的学卷制 其实没有问题的 就是钱都是家长自己控制的 将教学的主权 经济的主权 入回自己家长和学生的手 到底自己的孩子想学到什么呢 自由决定 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决定 好了 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 我们就不会被一个 因为这个游戏制度的单一个 游戏规则是锁死了的 譬如 我们知道 新闻仔学习的方法很不同 有些是用眼睛看东西最深的 有些是视觉听觉 有些是动作的 有些人就是不适合学死书的 好了 如果我有一个 即是如果我是扮教学的人 对不对 我要吸收多些赚那些学生的生意 有些学生是不应该用死板板的 有些教育学术性的教育方法 那我就开一些特别的学校 是否Montessori 大家都听过 王格梢 Rudolf Steiner 那些学校 我以前在美国大学 有一个自由的大学 英国有个叫做Summer Hill 一个很出名的开放性的学校 即是如果我们用学卷制 这个制度推行之下 其实很多办学的人 就为了迎合学生的学习的 个别能力的需要 会设计一些不同的课程 去迎合他们 教育他们 即是说 在这个学卷制 表面是经济安排的制度 其实是可以推动多元化的教育制度 就是这么简单 社会需要不同的人 小朋友 学生学习都会有不同的方法 的能力去学习 我们的教育制度 没有配合到Summer Hill 学习的多元化的学习需要 学卷制 就可以彻底 将我们整个教育的方法 发展方法 可以多元化 这个就是解决了一个学习过程的问题 好了 我刚才说过 我们这次的学生 推动问题 本身已经搞定了 好了 第三个就是大学 现在看到大学的问题 我刚才说 在菲律宾 有很多大学生 但大学生有很多失业 在今时今日的 在台湾 我最近看过的资料 差不多100%的中学生 都可以入大学 所以你看大学的水准在哪呢 那么你看到 现在整个大学 是什么呢 是点人头 有多少学生进来 放了多少学生 给了多少张文筆出去 政府就给多少钱 那么你看到 就搞到整个大学的质量 完全是没有水准的 得到它之后 都没有意思的了 那么现在的僱主 开始看哪间大学 是吧 我现在发现很多 那间啊 多少个学位啊 如何 就是又去两个 是哪个 就是这种大学 其实没有了意思的了 就是这些学位 不过现在经济好 就读多几年了 是吧 洗了班就读多几年了 读学士 读博士 没什么做的 家里不需要你赚钱 那么你看到 是一个很K型的现象出现了 OK 好了 那么大学那里 我建议就是这样的 大学呢 就叫做容易入 但是难出 嗯 就是说呢 大学的机会是个人都可以的 我给你进去 总之你想读 我就会开放给你读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水准呢 我就不会给你毕业的 你读四年不行 五年不行 六年不行 七年不行 八年不行 总之你未到这样的水准呢 我就不会给你毕业的 当然啦 如果读多发现你不行 就叫你休息一会儿 我认识一会儿 我认识一个朋友 在加拿大 读过那些建筑师的 他都觉得你不太行 你不如放一年再来 他叫我读多很多年才发业 嗯 其实是在某程度上 我们绝对是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说呢 我们大学的门呢 是开放的 但是呢 是你没有这样的水平呢 你就不会给你一个文筒 OK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解决了 现在我们见到的现象 很多大学生不业 是完全是最基本水平都没有的了 嗯 好了 那 还有那个学校里面 那个大学制度里面呢 我叫做学系制度 就是呢 不是说某一个时间去做 是每一个课程 我们叫做 一个我们叫做的 module 英文叫做module 就是每一个 他有这样的学 这几个技能 我愿意学的 那这个module 你随时可以读 就是不需要一级一级去做 你没有这样自己搞定了 最基本的 基本的 我叫做pre-requestion 你就要去学 所以呢 在一个大学制度里面 用一个学系制度 就不要一个 一级一级的制度 好了 那也都看到的情况 我们 第一 我们出现的目前的现象就是 为了拿经费 就点人头 对不对 让人多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都在卖学位 就像没有英国 澳洲 美国 大阪这些学店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假学位 那些问题更多 好了 那经济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看到的 今时今日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香港都有做过一个研究 一个学生的学业成就 是跟他家里住的房屋的赤数 是直至成成比例的 就是你住得越大 你学习的学业成就 就是你得到的地位是越高的 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你家里有钱 有能力 可以读多些学位 对不对 就是说 经济的问题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上 有钱人是会员着素的 但没有钱人是很不着素 对不对 但可能很多都很厉害的 可能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我们就会 政府就会 你读书读多厉害吗 那好吧 给掌课金利 给掌课金利 给知语书利的掌课金 其实今时今日 在香港就已经有这个情况 如果你进入大学 你不会说 因为没有钱而不能读 其实香港很多国家 已经走到这条路了 但问题 政府要开支的 对不对 现在去到差不多 总开支的23%在教育 那不断地付钱 你付钱 到这些时候 都要断了 都要断了 都不能继续 来供应你去读书了 所以我建议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 就是高贷款 不是高资助 就是说 我会借钱给你 就是你家里 是一个很有钱的父母 大笔钱是永远借给你的 是永远要你还的 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教育 教了你这么久 你都没有能力 去赚钱 去还一生里面 到你死那天 你都还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教育 就是非常失败 是不是 可能全部都是 是没有意思的理论教育 他根本是谋生不到 那这个教育 就要改了 好了 我的建议方法 就永远是借钱给你的 你一定要还 除非你死了那天 你都是窮死 那这个就算了 那这个就不会追你的了 那在你一生 有能力还的里面 你一定要还清 你的教育的经费 好了 那你会这样想 我值不值得去读 我值不值得去IVD 用这么多钱去读 那结果我将来赚不赚得回 你会去考虑这件事 现在不是的 有些人读死书 读得很厉害的 读一个石节做到 一个石节做到 一个石节做到波子 躲在那里面 不走出来的 你要看这个情况 好了 那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只会借钱给你的 所以政府永远不需要 哎呀 那我用了这么多 23% 再年25% 那当然不够钱 但政府是永远有钱 因为钱是走来走去 你是联系的 分成医生 对呀 用到一百万了 你自己给的 你到前一百万赚不到 一生一赚不到 你这是什么医生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其实呢 用这套方法呢 有钱人的借数的问题 完全是没有了 不要大家 以为大家 全部大家 均等的机会 我要去 MIT 去哈佛读 不要紧 政府借给你 你去MIT 浇读 你去哈佛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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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香港 可以进行我当前 2008年 的政綱所提议的教育 其他的问题 根本是 根本不是问题 OK 那个教育呢 全盘失败呢 就是我刚才所分析 解决方法呢 就是这么简单 清楚 今时今日 没有一个政党 没有一个政客 是提出 接近这个 足以解决的方法 大家有机会 上 BetterHongKong.com 下载我2008年 立法会竞选的政綱 教育是 只不过其中一部分 有其他的方法 将来有机会 我再和大家 在我们的网台 是继续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 就 探讨这个教育话题 暂时到这里 好了 我们今集来到这里 又差不多了 各位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